好那麼蔡英文引發爭議是說 台灣勞工的價太多了 而她今天拜會中小企業代表的時候 也再度澄清說這些都是誤會 她今天也承諾未來政府 跟中小企業溝通的時候 層級會拉高到部長以上 企業代表被問到敏感問題 蔡英文臉上好尷尬 因為先前說勞工價太多惹爭議 這火似乎越燒越旺 主席說這個問題已經燒到她的手指了 所以我們不再提這個問題 一把火都燒到手指 也難怪蔡英文急著滅火再度澄清 其實那個講法是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的說法 那沒有完整的去說明 造成一些誤解 所以民進黨對於每週40個小時的工時 最低工資法 還有派遣的勞工的問題 還有很多我們勞動條件的持續的要改善 這些事情都非常的注意 也非常堅持我們一向的立場 面對勞工團體掛保證 面對資方打包票 因為台灣中小企業提供近八成工作機會 為了讓他們的意見直達中央 蔡英文承諾一旦執政馬上拉高溝通層級 中小企業一定是我們優先的議題 也一定是我們政策的重點之一 那因此呢我們一定會指派 就是說部長級或甚至於副院長級 專門來協調 跟中小企業座談一個半小時 蔡英文提出七大戰略 而身邊這位企業總會理事長林慧英 先前才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出席國共論壇 看看兩黨主席誰比較優秀 高度是可以 那視野也蠻廣的 蔡主席跟朱立倫的話我想 各有千秋 那兩個人也都還蠻親切的 主打經濟選戰 蔡英文目標從企業大佬 轉往中小企業代表 要一掃2012選前陰霾 原體力文學劉軒台北報導